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熬过今年, 钱多的没处放的生肖, 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运势, 天是地利人和的运势大家都想要, 但是从命理学来看, 没有人能够一直幸运, 尤其是对于这六大生肖来说, 今年他们应该是十二生肖之中最倒霉的, 各种的没运不断, 让他们的生活也是一落千丈, 不过到了明年发财运旺, 所以这几大生肖, 其实一年比一年旺, 还是有美好的发展方向。 第六名,生肖龙。 生肖龙的人今年内运势虽好, 但偏财平平, 少有大运, 在事业上也很辛苦, 却总不能达到最理想的目的, 所以属龙人今年还需要静待时机, 唯有明年转运道, 明年是生肖龙人的旺土年, 土旺也就等于金旺, 金旺更等于水旺, 生肖龙的人, 能在事业上大显身手, 求财得财, 惯心高照的同时, 职场上还能加官进爵, 所以今年再苦也不怕, 来年好运势不可挡。 第五名,生肖龙。 生肖龙的人今年运势平平, 事业不温不火, 却也很难进步, 心思单纯的他们, 做事情虎头蛇尾, 甚至会不小心得罪人, 今年就错过了不少好机会, 流年有关心, 压制住生肖猪的人财运, 所以今年就是难以发财, 最多只能衣食无忧。 好在属猪人, 熬过今年后财运时转, 运到极佳, 贵人相助打开财路, 生肖猪的人能赚足百万, 生活富足, 有鱼有肉。 第四名,生肖猴。 生肖猴的人今年虽比去年转运不少, 但事业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, 不说别的, 今年生肖猴的人就总是顾此失彼, 年内财运时有, 就是留不住财, 差一点点的好处就是无从得手, 而今年之后生肖猴的人, 运势就有回转之势, 留年运势转为极, 到了明年土生金的格局, 使得生肖猴的人生财有道, 明年一道有鱼有肉, 家庭生活运到好, 事业场上人缘望, 没有实现不了的愿景, 更没有发不了的财。 第三名,生肖猪。 生肖猪的朋友, 今年内的运势不佳, 但今年受苦的日子所剩无几, 六个月不到的时间内财运连连, 天债还清就开始生财有道, 不但生肖猪的人, 会在下半年逐渐减弱, 运气更是日益回升, 明年一道大红大紫, 生肖猪的人事业得意, 欠了自己人情的人, 开始对自己涌泉相报, 在此如意顺利之间, 生肖猪的人也能得横财百万, 日子从低三下四, 变为众人仰望, 熬过了今年啥都好。 第二名, 生肖兔, 生肖兔的朋友, 今年难熬胜喝苦药, 生活的重压不停歇, 事业上的小人更是层出不穷, 人言可畏, 老心伤神, 生肖兔的人今年就没少受辛苦, 相信绝大多数的属兔人, 都想着今年赶紧度过, 而生肖兔的人今年虽苦, 来年却顺利兴旺, 诸年是最合自己的流年, 他们在今年, 就已经把明年的苦吃光, 以至于明年春节一过, 好运自来, 生肖兔的人接连生意好, 不惧小人暗害, 无债亦身轻, 奖运连连, 老天爷欠他的人情得以偿还, 所以明年顺利无比, 富贵圆圆, 第一名, 生肖马, 生肖马的朋友, 熬过今年剩余重大奖, 今年的辛苦如影虽形, 在破太岁的影响之下, 属马人日日辛苦, 总觉得钱财不够花, 就因为今年冤枉钱花费不小, 甚至常有小人暗始漏财运, 性格耿直的生肖马的人, 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, 然而今年就算被骗得再厉害, 属马人也将翻身做主, 化陷为夷, 太岁三合犬的影响, 让生肖马人风生水起, 生意有成, 求财有道, 发挥专长, 钱财一来就是挡不住, 不到明年新年二月, 钱财多得没处放,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, 财源广静,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年年有余, 世事顺兴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大难已过, 下周开始, 即将撞好运的生肖, 生肖马, 出生在马年的人, 下周开始财运破家, 运势建好, 预示住肖马人,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 容易掌握财运走向, 财库大增, 更容易得到财神爷的眷顾, 今天这三大生肖就是如此, 一辈子财运相伴, 注定富贵, 运势大好的他们, 更在生活方面, 事事顺心如意, 少灾少病, 生肖数, 对于鼠鼠的人, 合理安排分配自己的事件, 显得尤为重要, 没守成规当然也要, 但是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, 也是必不可少的, 下周开始, 运气刚胜的时候, 在感情上, 可能会和身边人有小摩擦, 建议以和为贵, 退一步海阔天空, 自然会喜结良缘, 家庭和睦, 生肖鸡, 属鸡的人经年得财神格外关照, 加上他们向来不是弱者, 为人处事都有自己的原则, 前阵子因小失大, 错失了事业上的不少良机, 下周开始, 属鸡人更将逢凶化吉, 彻底转运, 先小富再大富, 终究穷不了太久, 事业生财无限远大, 生肖龙, 生肖龙的人将在下周, 迎来事业上的巅峰,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和平和谐的使者, 懂得用心理智去平衡各种关系, 下周开始, 他们将会在事业上获得亮眼的成绩, 生肖龙的人, 凭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, 善于协调各方利益, 他们将会在领导层得到提拔, 步入事业的巅峰, 他们将以自己的魅力和智慧, 影响和激励身边的同事和下属, 实现自己的事业目标, 生肖猪, 生肖猪的人将在下周, 迎来一股幸运的波澜, 长久以来, 生肖猪的人都是一位包容, 善良的朋友和同事, 他们总是乐于助人, 用自己的温柔和智慧, 温暖身边的人, 下周开始, 他们将会从他们, 帮助过的人那里得到回馈, 这种回报不一定是财富上的, 更多的可能是精神上的满足, 生肖猪的人, 将会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, 他们的善良和真诚, 将会得到周围人的赞赏和尊重,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及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, 财源广静,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